Hello 大家好 我曾经做过一个问卷调查 有朋友问我是怎样做它出来的 我是用Google Forms 来做这个问卷 如果你有兴趣想知道怎样用Google Forms 来做一个表格 那就不要错过这个视频 今天我会显示怎样用Google Forms 来做一个表格的主要功能 那你就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知道怎样着手来做这个表格 如果你喜欢这个短片 记得给个赞和和你的朋友分享 多谢各位收看这个短片和支持 首先输入Google Forms 的网址 或者去到Google 的主页 在右上角按9点来打开Google Apps 再按Google Forms 如果你未登入你的Gmail Account Google 就会显示个Login Page 来给你登入你的Gmail Account 当成功登入你的Gmail Account 之后 这个就是Google Forms 的主页 在任何时候按这个标记 你就可以马上回到Google Forms 的主页 这部分会显示你的表格 现在它显示未有任何表格 现在它显示未有任何表格 在它的底下你可以输入一些文字 来解释一下这个表格 然后你就可以输入问题 Google 提供了几个回答的形式 短的答案 段落 单项的选择 多项的选择 下列式的选择 上载答案 环排直线式的单项选择 双向式的单项选择 双向式的多项选择 日期 时间 这条问题就用单项选择的回答形式 接着你就可以输入有关的选择项目 你也可以按个交叉来删除问题的选择项目 在每一个问题下 你可以按个垃圾桶来删除那个问题 你可以按个 Undue 来取消刚才的删除指令 当你做好表格之后 按 Preview 来预先检查一下表格 Google 会自动将你的表格储存起来 当确定完表格之后 在右上角 按 Send 你可以经由 电邮地址 电脑网络的连结 或者是 附加一细段的内置编写程式 在网页里面 来给其他人用你的表格 如果你想用电邮的方式 就按好似一封信的icon 在这里你可以输入多个电邮地址 这里输入电邮的主题 你也可以输入一些文字给对方看 拿这个格子来将表格附加在电邮里面 当输入完所有有关的资料之后 就按 Send 来发出表格 如果你想用网络连结的方式 就按这个好像一个链的icon Google 就会为你的表格 量身定做一个网络连结 如果你觉得连结太长 你可以 take a certain URL 的格子来将连结缩短 按 copy 来复制连结 按 cancel 来删除这个功能视窗 如果你曾发出一个 Google Form 的连结给其他人 之后你修改过你的表格 那个连结依然是可以打开你的表格的 现在你可以用复制了的连结转发给其他人 按右上角的交叉来删除这个视窗 如果你可以修改网页的内容 你可以用这个功能来将表格加入网页里面 按这个 icon Google 就会自动显示你的表格有关的编写程式 在这里你可以调教表格的高度和它的阔度 按 copy 来复制编写程式 将复制了的编写程式放向你想要显示表格的网页里面 按 cancel 来删除这个功能视窗 现在相信你对运用 Google Form 已经有基本的形式了 我会用另一个短片来详细解释一下做表格其他的功能 当有人回复了表格 你怎样看有关的报告呢? 以及做表格的有关设定 如果你未用过 Google Forms 我非常鼓励你来试用一下 试用完之后或者如果有问题想问的话 欢迎你在下面的意见栏里面 和我分享你的意见或者问题 接着我会示范做一个表格 你可以将短片的速度较慢一点来看 我们下期再见 多谢各位收看这个短片和支持 你如果觉得这个短片有用 记得给个赞和和你的朋友分享 下次再见 By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